也好他的房地产商们 他可能在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经过了这一轮风暴的戏刷 他应该该开始注重 自己产品的一个品质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讲这个市场是在 关键你能不能为你的产品 找到你市销对路的一个客户群 是 所以我一开始我很惊讶 非常非常惊讶 怎么会有一个社区3000户 又在这么好的地段里 原因在哪里 60平米 300平米 都在一个社区里 开发商也都比较直白 对 反正就地点盖房子 盖房子多少钱你来买就好了 但是 我们都会很后悔 再过个10年20年 我们的下一代都会笑我们 看那个什么房子 所以很乱 台湾就很清楚 这房子这块土地 他开始去想 大概做艺人的会很喜欢 他是做减法的 从这个族群当中 你不断做减法 减法 减到最后面 只有3000个人 好 退出去 一个人一户 他是做减法的 焦点经营 他不是我都要 你都要 到现在金融海啸来了 什么都要不到 都要不到 但是有一个金雕系组的产品 为我们这些人 比如说他真的为我们这些人 量身定住 讲实在话 也找不到了 管他什么海啸不海啸 因为这是我想要的家 对 其实做房地产很简单 很有机位性 而且 当然 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上海集中了众多房地产龙头企业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给楼市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上海直至2003年 才呈现爆炸式增长 2000年 林瑞阳创建了上海 新吉阳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将台湾代理模式引入内地 经过9个月无订单记录后 2001年 公司创造了一天 成交312套房子的记录 随后 上海的明都新城 南京的瑞景文华 苏州的胡佐安等 都陆续地创造了100%的销售佳继 2008年 林瑞阳组建美国续生房地产集团 去年金融风暴中 集团的项目总销售金额达50亿元 曾经这个在房地产业最红火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这个其实在上海 光在上海 从事这个房地产 呃 代销或经销的行业的公司 大大小小有3000多家 在这个市场如火如荼的时候 竞争都可以用级别来形容 更何况现在可能这词要换成惨烈了 是是是 那您跟您的公司是如何来应对这一波金融海啸的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 对我来说 怎么讲 以前如果说阿姨都能够卖房子 现在都要专业的时候 专业就是我最喜欢的 新年康的周小丽女士 您一定认识哈 他也是来自台湾 应该说是在房地产行销行业的一个大姐大 是 在07年年底的时候 我访问他 我说你来评估一下 08年的这样一个 呃 这一年的一个走势哈 当时大家都还是信心满满的 他告诉我三个字 是 你能猜到是哪三个字 那三个字 活下去 哈哈哈哈 好 现在想想看啊 你说真的活下去这三个字字字千金 是是是 金融海啸 大家都没有想到 就这么呼啸而来的时候 是 这三个字真的是蛮击中人心的 是是是是 他都如此的一个评价 嗯 我觉得他也够专业啊 够专业 区别在哪里 嗯 我想啊 他操作的楼盘跟我们是很像的 都属于前国性的楼盘 那他得到的资讯也跟我们都很像 最重要的是他跟我同样的背景 台湾的房地产经过非常惨烈的三起三落 好 三起三落 那个落下来是很可怕的 台湾的企业组 做房地产的企业组 绝对不是在说我亏损了我倒闭的 是在我赚钱的时候我倒闭的 因为没有意识下 蹦 哇 怎么会一下子这样 我知道其实在跟张婷结识之前 你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是是 而且您的前妻也是您的同行 是 也是一位好演员 是 应该说你觉得如果那段还是不算成功的话 问题在哪里 这是我这辈子当中那边最不应该的事情 十多年前 那段失败的婚姻 让林瑞阳黯然移开台湾 前妻在她心目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她又如何面对今天的爱人张婷呢 台湾房地产市场在1973年 1980年 1987年 有三次大涨行情 随后经历三年的房产泡沫后 直至2005年 台湾房地产市场发展还比较缓慢 这三起三落 让林瑞阳在创业过程中 更能看清自己处境 注意了解市场需求 台湾的企业组 做房地产的企业组 绝对不是在说我亏损了 我倒闭的 是在我赚钱的时候 我倒闭的 你没有意识下 怎么会一下子这样 对是没有意识的 完全是市场机制 市场在控制你 它认为这个地方泡沫了 就往下跌了 现在这次下来 就是30% 40% 这样往下跌 撑不住了 怎么突然呢 突然 台湾很多的市场考验 是突然性的 台湾这个房价 往下掉 30% 40% 你在上海 这个我们说 十年的一个市场 的一个摸索 那现在大家都说 上海房价 是不是跟全国房价一样 都会有一个适度的下调 请您来做个预估 这个下调幅度 应该有多少 这一波 从联曼之后 到现在来讲 全球的整个的信息 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会下调多少 信息没有恢复 它会一直往下走 那么这个 我就不进场了 您曾经告诉我一段话 你说 实际上这些年来 跟着企业一同发展 始终没有离开的 是那些 跟着企业一起成长了 十来年的一些老员工 老干部 老干部 对 我希望他们有更多的 除了上班以外 更多更多的生活 大家还能够凝聚在一起 当做朋友 当做亲人 一个公司以后 都是朋友跟亲人在干 你说干不起来才有鬼 还有一样 我觉得您非常真实的 情感支撑 就是张婷 势必会谈到这个话题 是 最近他经常开讨你吗 当然 也会 对 那他是不是方式 就跟你的老干部们 是不一样了 他 他也是 也是这样 因为这一波的确是让很多人 都面临很大的压力 他也是这样鼓励我 他说大家都一样苦 你苦不到哪去呢 我知道其实在跟张婷 结识之前 你曾经有过一段会 是 而且您的前妻 也是您的同好 是 也是一位好演员 是 曾经的那段姻缘 成了林瑞阳心中 抹不去的伤痛 她的前妻 曾哲珍 比她小九岁 美丽而浪漫 曾在婉军中 饰演蓝轩 并在雅琪中 与林瑞阳 一起出演角色 在剧中 曾哲珍扮演 她在日本的爱人 林子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戏中两人 未能共度人生 戏外 还是 劳艳纷飞 我想 可能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希望能够白头鞋了 应该 对 但应该说 你觉得如果那段 还是不算成功的话 问题在哪里 这是我 这辈子当中里面 最不应该的事情 因为我有过承诺 而我违反了我的承诺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或许也会走这条路 但是我少掉一句抱歉 我应该跟她说对不起 我不应该 我不应该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跟她说对不起 因为我不觉得我错 但是不管我对跟我错 我都应该说 我真的很抱歉 对 就是性格 性格 性格 其实两个曾经很快乐过 很快乐过 有了小孩 对小孩 会是我们的重心 所以两个人之间 通常最大冲突 不是我跟她真的情感 而是对小孩子教育的方式 所以不断地为小孩子的问题 起了很大很大的冲突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对 到最后我们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我记得很清楚是后来 后来小孩子要读书 我说那我们再复合吧 你提出过复合 读书 我们再复合 对 我们再复合 小孩子要读书 又复合 又复合了一年 张婷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 张婷是在第二次的时候 第二次 对 因为大家都是明星 都是这个圈子里面都认识 所以实际上